太阳探店吃顿好饭 今天继续俄罗斯周边地区美食 今天这个是格鲁吉亚美食 然后是全北京市唯一的一家格鲁吉亚餐厅 叫做格鲁秀寿 今天西亭秀寿应该是一个老板 然后推荐的都是标准的格鲁吉亚美食 我们今天点的也都是这些 它有传统的欧洲美食什么我们也没点 然后先跟你们说说上的这些 格鲁吉亚麻牌 这叫齐克美鲁里 它是音译的 叫什么 齐克什么 那词不会念 反正是一个鸡肉拌的 格鲁吉亚奶油烤蘑菇 格鲁吉亚锅儿闷牛肉 它这个锅儿闷牛肉很没汤 先吃这个 这个叫什么格鲁吉亚麻牌 哇塞这个味儿 一上来的时候整个这一片都是香的 就闻着这个味儿太熟了 这不是叫藤椒那个味儿吗 一句话形容就是藤椒猪脆骨 这辣椒是脆骨啊 没有个情绪很多啊 这外面是肉吗 猪肉包是脆骨吗 这多少钱 四耳朵吧 它猪肉很嫩 然后听什么小美嚼的这个声音 你就知道脆骨很结实 而且它这个藤椒的味道已经腌住味儿了 这还结实挺好吃的 但这应该是煎出来的 不知道它这底下这个汁水是蘑菇烤出来的 还是它退一加工的啊 但是看起来是要比俄罗斯餐厅那些看起来湿润好多 味儿怎么样 老了拿不动了 这个像芒果餐厅的那个样子 但是感觉它没有馅料 你看你挤 看到吧 基本上它这就是蘑菇的水应该 它这里头是没有什么馅料的感觉 回家咱也可以这么弄弄 盖上以后烤的话 它汁水更不容易出来 格鲁吉亚 罐门牛肉 那个牛肉可不太多 而且是干的 我觉得这感觉炒了个牛肉 然后倒到罐里似的 但是它罐很热 就是肉有点少 味还挺好的 因为这个牛肉吃起来是那种水分反量很多的 非常嫩的那种 它那样是炒熟的 所以吃起来肉香味很足 而且里头很嫩 就是汁水能封在肉条里头 它跟传统那种罐门牛肉可不一样 七克美露 有点厉害那个蒜酱那一味 它这个鸡肉好 鸡肉好嫩 而且很有嚼劲 特别是裹着它外的这个一点点蒜味的奶油酱 应该吃起来真的挺好的 这是我喜欢的感觉 这应该不是你喜欢的感觉 好吃 就是量不大 他们这主厨推荐 脆皮五花肉配兔豆球 应该是叫这个 你听 我看你也试试你说 我看你也试试你说 我看你试试你说 我看你试试你说 我看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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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吧 我看你试试 它不就是脆皮烤五花肉吗 它东西是脆皮烤五花肉 但是肯定酱汁不同 你这98号研究买一酱汁 我买的是环境 肉挺香的 但是它这酱汁我不喜欢 看这个色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姜豆腐汤 你知道吗 结果它是个酸的 它好像是红菜汤的一个汁 它这土豆腔的东西还不少 这个还真是尝不出来 这是外边有一层土豆味 但里头这味儿挺多的 还是吃肉吧 98块钱 但是说这块肉还挺香的 不过我估计外边买脆皮烤五花 应该用不了这个价格 这个就是我们点的主食 给你们念一篇名叫阿扎尔哈恰普里 哇 这个东西看着就好爽啊 这两样都是适应小妹喜欢的 奶酪加糖心的 它这壳就非常香 然后整个芝士的香味也很濃 芝士这个软糯的口感 加上饼壳这种脆脆的感觉 哇 真好 你是这个 奶油汤占一切是吗 嗯 它这个真的好吃 这个什么 最后给大家表演的舔盘子 不舔了 就这个美露里酱 已经吃完了 总共508块钱 一共点了6样 对吧 其实它是单价不便宜 先按好吃保持来排 最好吃的叫什么 齐克美露里 然后跟它这个 什么阿扎尔哈卡普里 对吧 这两个都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你看这个奶酪的量真的超级多 特别是啥呢 这两个东西 哇 站在一起 哇塞 我跟你说无敌的好吃 就它这个什么齐克美露里是来这家店一定要点的 就是它这个酱占什么都好吃 我觉得这个是超级厉害 然后就是菊蘑菇 58块钱一份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好吃 它要比基布罗斯和芒果的那个做的味道更纯正 因为它只有支撑蘑菇 所以整个这个蘑菇的鲜味非常的突出 而且我觉得它应该特别好做 回去我们准备也试试 其他的我都觉得挺一般的 主要是味还行 就是贵 你说就这罐美牛肉卖108 我都不知道为啥 谁还没我们家炒牛酒量大 它也卖108 真是不值 然后格鲁吉亚麻牌 就那个藤椒口味的猪脆骨 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有这几点可以点 蘑菇藤椒味的猪脆骨 这个齐克美露里 还有这个饼 这几点可以点的 这个脆皮猪五花 跟那个棍门牛肉不太值 吃还是挺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比较好的平体 如果想吃的话去别家吃就行了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餐店 我吃了你馋了 这期视频不完了 今天俄罗斯周边美食格鲁吉亚 对吧 拜拜